走吧 柔儿 周末 周末 我终于见到你了 没事 你再不守畏惧 我就要生气了 什么意思 还不让人家庆祝 好了 别生气了 原来是四海帮的帮处救了你 他救了我 我也救了他 陛下答应让他归帅 说起来也是多亏了你 没有那副神来之笔的海图 陛下肯定不会给他机会 想当初你为了救我 差点被他杀了 谁想到会有今天 原分这件事情 还真的谁都说过好 对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一定会开心 什么事 我见到你弟了 真的 嗯 在哪儿见到他 战场上 他现在改名了 叫西桃 已经受到兑付了 家里人还一直为他担心 这下好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 暂时不可以吧 他现在可是陆云姐的亲兵啊 陆云姐 在陆云姐身边 岂不是很危险 放心吧 陆云姐不知道他是你弟弟 反而对他挺器重的 哎呀 输了半天 来 我们说点正经的吧 什么正经的 情话 又胡闹 我可不会说 不会啊 那我教你了 盛楚慕 你太英俊了 盛楚慕是天底下最好的男子汉 盛楚慕 我对你简直一日不见 诸葛三秋啊 你笑什么 快说 我 我不会说 真不说 我真的不会说 你是不是知道 我当时掉下悬崖石在想什么 我在想 若儿还没有对我说过情话呢 她真的喜欢我吗 她喜欢我什么 要是我死了 她会 明白 好 我说 可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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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是太爱了 你 你真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教我吧 我教你 来 躺着 跟我说 嗯 盛楚慕 你真的太引起了 盛楚慕 你真是 太引起了 盛楚慕 我想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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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